今天这个短片来跟大家分享 终于把这个苹果电脑卖掉了 那么为什么要把苹果电脑卖掉呢? 其实有几个重点 我们就来聊聊苹果M1的好与不好 这台电脑我一直以来是拿来剪辑影片 其实非常顺畅、稳定 对于轻度创作者来说已经很好用 如果要进入商业片的人 Final Cut Pro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不过苹果系统也就做这些事情而已 其他的领域要使用根本处处受限 包括下载YT频道的工具不能安装 资料加管理没有缩图快速浏览 导致看片要挑很久 因为苹果资料加一律蓝色打包起来 看不到缩图 资料加影片资讯故意隐藏关键的未原律资讯 把大家当白吃 安卓手机无法插入USB进行档案汇入 Mac游戏大多3A作品不能玩 还有最后一个最无耻的行为 这我称为苹果链材无良套路 剪辑时一个20分内的短片专案 会再用电脑破百GB的空间 故意让你空间不足 再卖你云端空间iCode 或者卖你每GB空间卖你29块台币 相当于你想要空间多256GB 就要多花7400的台币 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到这样 其实这已经是让人看不起的行为 自从有了剪影 你才会知道苹果功能有多么的少 你才会知道剪辑专案不会占用硬碟空间 反观苹果故意设计会占有Mac电脑的状态 一个专案数百GB让你报硬碟 做这种耍尽心机的事情 堪称制造问题 创造问题 眼神必须花更多钱买 相比之下就知道有多无耻 创造需求卖你更贵 很多小工具都无法使用 例如新时代的AI生成图片 局部控制图片AI的工具 下载类的工具都处处受限 什么工具都没有 却也能跟外面号称极简锋 虚幻的行销话术我听很多 但苹果的发表会最精彩 没错 这就是苹果